由于我们都了解如今各色各样的电影宇宙 但唯独一个电影宇宙似乎完全不鸟人类且毫无竞争对手 它就是各种泰坦居兽的温暖家园怪兽宇宙 先来一个片段让大家舒服一下 很快哥斯拉大战金刚2就要上映 作为怪兽宇宙的第五部电影 我们需要了解多少知识背景 怪兽宇宙发展到今天 为何说哥斯拉大战金刚2是处在怪兽宇宙十字路口瓶颈期 今天一口气让你看明白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钻入地心世界冒险开始 在影史的众多作品中 哥斯拉金刚基多拉摩斯拉拉顿等等这些泰坦巨兽 已经是存在过很久的荧幕经典形象了 影迷们或许也都很熟悉了 在2014年传奇影业和东宝再加上发行商华纳兄弟 把这些泰坦巨兽再次重新组合塑造和绑定 缔造出了新世纪全新电影系列 也就是我们一直称呼的怪兽宇宙系列电影 怪兽宇宙从2014年的哥斯拉作为第一部电影 开启了歌颂巨兽在大荧幕的亮相 之后在2017年金刚骷髅岛亮仔登场 2019年哥斯拉2怪兽之王 再到2021年哥斯拉大战金刚 然后就是现在马上上映的哥斯拉大战金刚2 除了电影漫画有2014年的哥斯拉觉醒 2017年的骷髅岛金刚诞生 2019年的哥斯拉余震 剧集方面2023年网飞出了动画片骷髅岛 在2023年苹果流媒体又上线了帝王计划怪兽遗产 整个怪兽宇宙其实以电影为最主要发展 漫画和剧集更多是怪兽宇宙的衍生作品 和主电影剧情联动也并不大 帝王计划会多一些 怪兽宇宙的世界观用最简洁的话去开阔 就是怪兽真的存在 比人类还要更早远诞生于在这个地球上 我们的地球也并非我们现实中认知的地球 而是根据空心地球理论 地球是有其地心世界的 这在哥斯拉大战金刚的预告中也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哥斯拉可以从地心世界来回穿梭而环游世界 这也是能解释哥斯拉为何行动缓慢 但却感觉能快速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根据考古学家对化石的研究 泰坦巨兽早在恐龙时代就已经存在 而一些泰坦巨兽则钻入地心世界进入长时间的休眠 之后在有人类活动迹象的历史中 最早记录在洞穴的壁画上 正是哥斯拉和金刚的对战 我们也能看到洞穴壁画有更多其他泰坦巨兽的存在 摩斯拉 基多拉 拉顿等等 这些都证明在人类祖先时期就有见证过这些泰坦巨兽 大约在公元前五万年左右的时候 亚特兰蒂斯国就在岩石图腾记载过 他们的族人和哥斯拉有着神秘的共存关系 亚特兰蒂斯族人把哥斯拉奉为神明一般的存在 在公元前一万两千年的时候 中国云南的神庙壁画中有着摩斯拉的踪迹 摩斯拉同样被当时的人类供奉为吉祥的象征 壁画中的摩斯拉还有着他完整从卵到幼虫到勇 再到蜕变成摩斯拉的每个形态示意图 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 在菲律宾有一只哥斯拉的同类名叫达贡 和最高完全态的至尊穆托有过一战 达贡战败之后穆托把卵寄生在达贡体内 这也是哥斯拉的事件开端 以上说的这些主要的泰坦巨兽大事件 其实都是现代人类认识并承认有泰坦巨兽这个事实后 开始大力研究才发现的 那真正被人类意识到有怪兽的事实 还得从我们的老熟人科学家爱因斯坦聊起 1915年爱因斯坦开启了人类研究原子的时代 从而让人类后来研发了核弹 核弹的研发让原本以核辐射和核能源为养料的哥斯拉 开始和人类进行了频繁的接触 1943年的劳顿号事件 该事件是美国的劳顿号战舰 被不明的巨大生物袭击导致搁浅 全员只有威廉比尔兰达幸存 之后美方掩盖了该事件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其实早在1930年左右 一艘货船在南太平洋海域神秘失踪 后来出现在金刚的骷髅岛中 被当时的伊维族人拆解改造 变成了供奉金刚的神庙 那里记录了骷髅岛的金刚历史 到了1944年 二战中美军和日军两方飞机交火 两国飞行员意外闯入骷髅岛 美方名叫汉克马洛的人发现了金刚 而且还在岛上幸存了下来 这也是金刚骷髅岛的开端 接下来是次年1945年的8月6日 美国往日本广岛投掷原子弹 身为日军翻译官的老秦泽 艰难在废墟中找到了自己的儿子秦泽诸四郎 这小孩也就是日后长大由渡边迁饰演的秦泽 随后老秦泽目睹了一群不明生物 飞在广岛上空吸食核辐射 后来人类称之为死亡之群 广岛外海也有不明的巨兽在游荡 之后还袭击了海上的军舰 在漫画中死亡之群还不断肆虐过世界各国 比如1952年的伦敦迷雾事件导致众多民众丧命 后来人们怀疑是由巨型怪兽造成气流异常导致 这些怪异事件都和死亡之群出现有关 同时伴随而来的 就是哥斯拉都在关键时刻赶跑死亡之群 当时人类对这些不明的怪兽研究甚少 恐惧大于兴趣 后来科学家研究得出 死亡之群此前因为行星撞地球一直在地底下长眠 直到广岛原子弹的核辐射 才让死亡之群苏醒并吸收核能量壮大 在1954年的时候 哥斯拉和死亡之群在猛斯达岛厮杀 导致岛民严重伤亡 于是人类决定引导哥斯拉和死亡之群 在比基尼环礁附近 用氢弹把这些巨兽一举歼灭 核弹爆炸巨大的蘑菇云贯彻天际 大家都以为哥斯拉和死亡之群被干掉了 但其实只有死亡之群被灭掉 所以才让哥斯拉回到深海不再打扰人类 因为地球恢复了平衡 然后再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52年 故事发生在聚集帝王计划 该聚集基本是过去和现在两条时间线穿插最后交汇 讲述了帝王计划的发家史和过程 1952年一位叫肖的军官 这次影响任务 就是护送科学家惠子 去调查菲律宾的异常辐射事件 在探索的过程中 他们遇到了同样也被异常辐射 吸引到此地的神秘动物学家比尔兰达 他就是被困在金刚骷髅岛的那位 只要他们很快发现了 兰达曾经服役过的劳顿号在荒郊野里 并被不明怪兽袭击 从而也证明了怪兽的存在 一回生二回熟 三人渐渐因寻找神奇怪兽在哪里 自发组成了三人探险小队 为了获得更多的资金 肖靠着自己军方的背景找到了陆军 靠着自己三寸不烂之蛇获得了资金资源 甚至还有核资源 因为他们研究得出怪兽喜欢核能 这就是帝王组织的雏形 也就是说这三人算是创始人 但创建帝王组织并非一帆风顺 股东军方怎么可能给你核能源 军方只是想靠着这三人 锁定怪兽可能出没的地方 然后直接拿原子弹炸死 以防怪兽对人类造成巨大伤害 1954年军方在比基尼环郊附近 引来了歌总 并引爆了核弹 核爆之后 军方认为怪兽已经在地球上消失 那么留着帝王组织也没意思 准备要让帝王组织原地解散 结果肖却说其实在日本 帝王组织日本分布科学家林木 还做了一个泰坦诱儿 结果引来的是歌总 歌总并没有因为核爆而死 帝王组织不能解散 而是应该扩建 帝王组织之后一主从陆军转到海军 随着帝王组织的扩建 原先的三个创始人也并没有太多实权 就是打工的 但惠泽和兰达无所谓这些 通过继续钻研发现 巨型怪兽为何总能神出鬼没 并且能感觉远距离短时间运动 就是因为有地下世界 1959年 他们三人去到一个电厂附近 那里也产生了异常辐射 果然在那 他们发现了不少异形卵不射 巨型怪兽的昆虫的卵 好死不死 卵孵化病地震 惠子跟着翼昆虫 坠入到了深渊裂缝里 1962年 人类终于忍不了地球出现了一些深坑 决定派人进入遗坦究竟 肖自告奋容 结果真坠入到了一个地下世界 这个地下世界和电影中的地心世界又不太一样 那里会造成时空扭转 中围总是出现类似于极光的光谱 在这样的地下世界生活短短几天 就等于地面现实世界多年 肖直在那待了一段时间 结果现实时间就从1962年 转瞬到了1982年 比尔兰达也死了 那在这20年的时间里 比尔兰达又在帝王组织经历了什么 做了什么任务呢 这就来到了发生在1973年背景的电影 金刚骷髅岛 当时美国正值越战反战情绪影响 从而让政府想借着财政赤字的问题 关闭解散帝王组织 帝王组织为了求生欲 拿出他们观察多时南太平洋一个长得像骷髅的岛屿 该岛屿常年被风暴金云所笼罩 是人类最后一块未堪之地 以此来游说政客让其拨款预算 好赌式的探险骷髅岛 如果有更多巨兽存在的证明 帝王组织将能继续存在并被重视 于是帝王组织骨干成员比尔兰达和休斯顿布鲁克 招揽了一批刚从越战回来 以帕卡德马尔法克将军带领的军队 再加上一位战地女巨舍梅森韦佛 以及自身是特种兵兼野外求生专家詹姆斯康拉德 当然还有景天饰演的生物学家孙林 一群人浩浩荡荡前往骷髅岛 当他们突破暴风圈后 映入眼帘的是原始到有些远古的骷髅岛地貌 他们以勘探地理深度为由向岛上投掷炸弹 骷髅岛瞬间被点燃成一片火海 这一炸就直接把金刚给炸了出来 此时的金刚大概有100英尺约30米高 年龄大概在青少年时期 不过到了哥斯拉大战金刚的电影中 金刚那时已经是102米高的巨兽正直壮年 所以也和哥斯拉的身高差不多 金刚面对这群眼里是小飞虫的直升机群 直接开队 直升机群不一会就被全灭 仅剩下前面介绍了那几位带着主角光环的人 因为突然被金刚袭击 帕卡德将军也和金刚就此结下两子 但事出反常必有妖 帕卡德之后拿枪威胁要求比尔兰达说出实情 于是比尔兰达只能把帝王组织和怪兽的存在都讲出来 那些所谓看探地理为由投掷的炸弹 其实就是为了唤醒岛上的巨兽 果然金刚就被招惹过来了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他们的炸弹也炸开了地底世界 骷髅爬虫从地底爬出 打破了骷髅岛的生态平衡 之后他们徒步深入岛内遭遇了更多的巨兽 比如长腿蜘蛛 沼泽乌贼 夜翼巨鸟等等 不久他们在人类遗迹中遇到了骷髅岛上的原住民伊维族 还有前面说的二战时期掉落在骷髅岛的马洛美军飞行员 他已经在岛上居住了30年 并和伊维族成了好友 马洛很快成了队伍的地陪导游 他们也从中知道金刚的更多秘密 伊维族四奉金刚为平衡骷髅岛的生态的神 我们结合漫画来揭开金刚的绅士秘密 金刚原本是一个族群 自古以来就和来自地底下的骷髅爬虫是死敌 早在很多年前 包括金刚父母在内的金刚族群 和骷髅爬虫群有一场厮杀大战 在那场私斗中金刚出生 幼小的金刚目睹了父母在这场战斗中丧生 他后来得以幸存下来 成为仅剩下的一只金刚 在后面探险队看到的巨型遗骸就是金刚的父母 探险队为了逃离这里 他们把现有的装备改装成电动船艇和通讯工具 尝试和外面联络 在他们寻找失踪队员时 中途遭遇了怪兽攻击 比亚兰达被当作骷髅爬虫的便当领了便当 业翼也成群来袭击 一场恶斗之后 队伍成员再次锐减 帕卡德更是杀红了眼 决定要去讨伐金刚 并布下陷阱 想用火烧死金刚 金刚被烧晕之后 帕卡德安置了炸弹 就在要炸死金刚之时 康拉德上前阻止 他担忧如果失去金刚 骷髅岛的平衡就会被骷髅爬虫破坏 骷髅爬虫可能总有一天会袭击人类的文明 就在这时果然更大的骷髅爬虫出现 金刚也随之醒来 帕卡德还没说完标志线的马尔法克就被拍碎 金刚和骷髅爬虫的骷髅岛王者争夺战就此展开 人类在关战时还用武器攻击骷髅爬虫协助金刚 最后金刚真纯手撕骷髅爬虫重夺骷髅岛王位 人类小分队也得以顺利离开骷髅岛 在影片结尾彩单中 康拉德和梅森韦弗被软禁起来 休斯顿布鲁克和孙林过来请求他们加入帝王组织 并向他们透露了更多帝王组织关于泰坦继绣的发现 比如哥斯拉 摩斯拉 基多拉 拉顿等等 但骷髅岛事件等于是现代人类亲眼验证了举手的存在 在骷髅岛事件之后 漫画中继续延伸了他们的故事 孙林和布鲁克喜结良缘 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叫艾伦 艾伦长大后也加入了帝王组织 但不认同父亲把骷髅岛交给一个新兴管理这种荒谬理论 于是他自己组建了一支队伍再次前往骷髅岛 艾伦的冒险就不多展开了 和当时他们父亲进入的遭遇大同小异 也是遇上了很多奇特的巨型怪兽 不过就是这个漫画揭露了金刚小时候的历史前面已经提到过 最后整支队伍指向下艾伦 他用录音机录好对父亲要说的话 并做成漂流瓶放到大海 自己则和伊维族在骷髅岛一起生活 这个漂流瓶事后果然他父亲意外拿到 等布鲁克退休后 他也说自己会再次踏上骷髅岛 在《哥斯拉大战金刚》中 金刚应该就是从骷髅岛运出来的 不知道剧情会不会结合相关的漫画内容 另一边 秦泽长大 同样继承了父亲的衣钵 加入了帝王组织 老秦泽死后 把他营救的哥斯拉死亡之群的资料都给了秦泽 还有一块怀表 也就是影片中我们看到的 之后时间就到了2014年上映的哥斯拉 影片开始前面也已经交代了 他们在菲律宾发现了哥斯拉同类达贡的化石衣骸 同时还有两颗包子 其中一颗已经孵化 前进的方向是日本 另一颗还未来得及孵化被秘密带到了美国内华达州 不久孵化的那只顺利到达日本切入罗市的核电站 并造成核电站发生核泄漏 核电厂主管布洛迪和妻子想要解决危机但为时已晚 妻子被困在里面牺牲 布洛迪得以幸存 之后布洛迪和儿子相依为命 福特长大之后从军 结婚也有了孩子 布洛迪始终对多年前核电厂泄漏和妻子的死耿耿于怀 他认为这并非人为或偶然 于是说服了儿子福特 两人悄悄潜入切入罗核辐射范围区 却发现短短14年 这里几乎没有任何辐射指数 一切都像没发生一样 而这时布洛迪被军方以潜入禁区抓起来 并关在废弃的核电厂 在核电厂布洛迪发现被重新返修过 原来这里被帝王组织保存研究着包子 你说巧不巧包子破茧而出了木托 他振起双翅飞离日本 波洛迪则在这场混乱中敛了便当 只剩下福特 第二天福特和帝王组织的人乘着航母离开 在那秦泽和威威安向福特解释了我们前面说的怪兽时间线 秦泽则相信木托的降临 势必会招引出要维持大自然平衡的哥斯拉的追杀 之后帝王组织安排了一架直升机给福特到霞威夷 以方便他飞回旧金山的家 而又一次你说巧不巧 诞生出来的木托也在夏威夷作威作福 他利用EMP电子卖中让电子设备失灵 吞食了核潜顶的核弹 不过木托这么做果然招来了哥斯拉 两只怪兽开始了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木托继续飞往美国 哥斯拉也追向美国 而且还有海军舰队紧跟其后 在此前美国的那颗包子感应到了雄性木托的召唤 也跟着孵化 雌性木托的体型更为庞大 开始对着拉斯维加斯进行打杂 自认为很聪明的军方想用核武作为诱饵 把这些怪兽都引到旧金山海湾 然后一并用核弹把它们消灭干净 福德也加入了这次运送核弹的过程 不料中途被雌性木托攻击 他什么都看不到我懂 总之雌性木托吞噬了很多枚核弹 在旧金山海湾这边哥斯拉出现 但人类对哥斯拉还保持着最强的敌意 用尽武器对哥斯拉肆意攻击 情急之下军方开启了核弹倒计式装置 此时雄性木托也在海湾攻击了运送核弹的军舰 拿到了那枚核弹 两只木托在旧金山会合 雄性木托给雌性木托贡献了一枚超大的核弹 雌性木托也选中了旧金山作为驻潮产卵的风水宝地 军方为了不让倒计式核弹爆炸 召集了一群干死队去拆弹 作为拆弹专家的福特也在其中 他们从空中跳伞空架 并发现雌性木托已经在产卵 而且核弹倒计时卡住损毁 倒计时还在继续 小分队只能把核弹快速运离旧金山减少伤亡 在离开前 福特面对成千上万的木托卵 一弩之下投掷炸弹 把木托的巢穴烧光光 此时哥斯拉已抵达旧金山 雌性木托和哥斯拉开始大乱斗 我知道大家依然看不见我调量的样度不用谢 显然雌性木托很难和哥斯拉势均力敌 眼看就要败下战来 雄性木托加入了战斗 三只泰坦巨兽为此展开了猛烈的厮杀 哥斯拉这时被启发蓝 口爆出原子吐息击退了雌性木托 然后再来一招蝎子摆尾 直接把雄性木托甩狗带 另一边福特小分队把即将爆炸的核弹 送到快艇上 结果被突然出现雌性木托袭击 为了保护核弹快艇 其他军舰对木托进行攻击 用生命来吸引木托的注意 正当雌性木托全灭军队要拿到核弹之时 哥斯拉再次出现灭杀雌性木托 只见哥斯拉温柔地掰开了雌性木托的嘴 直接把原子吐息送进了雌性木托的嘴里 真好吃 好吃到爆 于是雌性木托就裂开了 战胜的哥斯拉仰天长笑 不过这时他已经筋疲力竭 吼叫完后就倒下了 那枚倒计时的核弹也在远处爆炸 福特也和家人再次团聚 第二天早上 哥斯拉重新熟起 人类开始对哥斯拉的评论两极化 有人对他嫉妒崇拜 有人对他出现感到威胁 哥斯拉无视人类的质疑 满悠悠的游回生态 哥斯拉对旧金山造成的重创 也引出了一位叫凯特兰达的女生 她当时就亲身经历了面对哥总的破坏 从而引出了帝王计划 影集现代的一条时间线 相信我你不会太感兴趣的 因为很无聊 和怪兽与宇宙电影逐渐关系也并不大 唯一生命联动的是影集最后 金刚亮仔出来露个脸 想要联动下哥斯拉大战金刚2 那要我们回到2014年 哥斯拉G-Day事件后 2014年哥斯拉事件之后 帝王组织发现 哥斯拉经常在骷髅岛和南极海域斗流 在这之后 帝王组织也被世人所熟知 在全球的几十个前哨战也成了公开的秘密 帝王计划的前哨战基地 是用来观测并研究那些潜伏者的泰坦巨兽 在全球目前一共有26个前哨战 被命名的就有20个 不过那也只是数字代号命名而已 其中2009年 科学家就在中国云南发现了摩斯拉的神庙 然后建立了61号前哨战基地 这也是2019年 哥斯拉2怪兽之王的开端 本片的女主叫艾玛 是帝王组织的生物生学家 他们全家都是帝王组织的一份子 女儿麦迪逊从小就跟着妈妈做研究 父亲马克是人与动物关系学家 原本这一家还有一个小儿子 但在2014年哥斯拉事件中丧生 这也导致了夫妻离婚 艾玛和麦迪逊住在中国云南长期研究摩斯拉 你说巧不巧 就在艾玛研究成功能和巨手交流 奥卡声纳装置的那天 摩斯拉的幼虫被孵化了出来 艾玛也通过了奥卡装置 成功地让摩斯拉幼虫冷静了下来 而就在这时 神秘人艾伦·乔纳 他带着一批雇佣军杀进了实验室 并绑架了艾玛和麦迪逊扬长而去 此事惊动了帝王组织的高层 秦泽和维维安找到了艾玛前夫 也就是马克 让他加入寻找艾玛母女的下落 他们查到了乔纳是名恐怖分子 手上有多种怪兽的DNA 但尚不知道乔纳 他们绑架艾玛的目的是什么 后面转到乔纳这边 他们直接飞到了南极州附近的32号前哨站 那里研究的对象是王者基多拉 强制他们把前哨站的人全部干掉 利用奥卡装置启动苏醒基多拉的模式 与此同时 海底的哥斯拉也感应到了南极州的异样 直接向南极进发 秦泽和马克他们也随着部队一并进发事发地 等到他们到达后 双方进行了一顿火兵 马克上前想去救艾玛和女儿 反转的是艾玛和女儿并不愿意跟着离开 随即基多拉苏醒被释放了出来 一片混乱中人类只有仓皇而逃的份 这时候哥斯拉也现身 两只巨兽出此见面直接开杠撕打在一起 哥斯拉金牌招式原子突兴伺候 但怎料多年不练手打拼 而基多拉居然也能喷 只见三只龙头射出了金色的重力射线 直接命中的哥斯拉受伤倒地 人类战斗机群这是赶来 基多拉不想多纠缠正翅飞走 帝王组织这边也是一片混乱不明状况 突然这是艾玛连线 原来他并不是人质而是一切的始作俑者 他在经历丧子之痛后终于误了 他认为归根结底这是自然的报复 人口过剩和污染还有战争 造成了巨兽一次次前来打咬 他们的目的是恢复大自然的平衡 巨兽破坏的地方很快都重新恢复了绿疫生机 人类其实才是地球的病毒 所以他要释放出更多的巨兽 给地球带来一次大洗牌 优胜劣汰让地球重新恢复平衡 一方慷慨激昂的演讲之后众人都呆掉 接着就是爱马的计划 他释放了莫娜岛火山的巨鸟拉顿 拉顿所飞之处变成一片废墟 军方的战斗机群在拉顿面前没有丝毫的存在感 几乎全军覆没 而这时基多拉出现 二话不说两巨兽又干在了一起 不下三招拉顿就被干趴下 而这时哥斯拉又从海里冒出来 继续要和基多拉再干一回 在海里干架那可是哥斯拉的强项 基多拉不敌哥斯拉被咬了一个头 这个头被取名为凯伦 生命力极强 之后基多拉很快又长出了一个头 就在两只巨兽在海里干仗之时 军方又想借机利用新武器水中氧气破坏者 一箭双雕干掉基多拉和哥斯拉 炸弹投掷之后产生了巨大的威力 遗憾的是基多拉在爆炸中逃离 而哥斯拉被炸的元气大伤沉入深海 人类感应到哥斯拉心跳停止 认为他可能死了 另一边基多拉也通过哄叫释放频率 苏醒了更多长眠在地球的泰坦巨兽 并要求这些巨兽听从于他的召唤和指挥 最先过来跪舔的就是刚败北的拉顿 在中国云南这边 摩斯拉也破茧成蝶 观看这个过程的有张子怡饰演的林博士 这位林博士是双胞胎设定 张子怡分别是眼绑着头发和短头发的 摩斯拉是比较亲近于人类的巨兽 并在之前的众多影视作品中 都有一对双胞胎设定能和摩斯拉沟通 张子怡饰演的双胞胎 影片并没有看出他能和摩斯拉沟通 随着各种巨兽的苏醒他们开始对城市进行大举破坏 艾玛也开始察觉到 这不是之前他预想的恢复自然界平衡巨兽就会收手 而是眼看就要变成人类灭绝计划 于是艾玛又想用奥卡装置阻止巨兽继续破坏 但乔纳拒绝了这项提议 因为乔纳就喜欢极多了他们灭绝人类的计划 你说巧不巧一旁的女儿麦迪逊听到了艾玛的计划 偷走了奥卡装置 准备去波士顿球场播放奥卡声纳阻止巨兽 就在帝王组织又束手无措的时候 闪着金光的摩斯拉出现在前哨战 并煽动翅膀把光粒子洒入海中替哥斯拉疗伤 原来远在远古这时期 哥斯拉是怪兽之王 摩斯拉是怪兽女王 两者有着共生的关系 也就在这时 哥斯拉有了心跳但还是伤得不轻 马克这时提议 既然哥斯拉是靠着核能量为生 那我们就为他核弹 秦泽抱着必死的决心自告奋勇要完成这一使命 于是秦泽跟着哥斯拉踪迹 去到海底的亚特兰蒂斯国 这个前面也聊了不多展开 秦泽在祭坛上找到了哥斯拉 他毫不容易启动了核弹 湮灭在了巨大的核爆炸中 而哥斯拉愈合重生 还是吃得很撑的那种 体型又重新胖了一圈 即使没有敌人 能量还多得不得不对天空来一下口爆原子突袭自嗨 另一边麦迪逊已经到达博士顿球场释放奥卡声纳 很多巨兽温顺的许多停止了对城市的破坏 只有基多拉不受影响并感应到了声纳的源头 然后飞到了波士顿球场 哥斯拉这时也出现了 要和基多拉再战第三回合 而且哥斯拉的女伴摩斯拉也出现加入战斗 拉顿这时也出现和摩斯拉对战 基多拉这时爆出大重力射线 搞得哥斯拉有点招架不住 摩斯拉这边险胜拉顿但自己也伤得不轻 基多拉健壮直接把哥斯拉抓上天 来个万米自由落体 哥斯拉直接变成火球坠入地面 再次奄奄一息 就在基多拉想要对哥斯拉最后射出重力射线 彻底秒了哥斯拉的时候 女友摩斯拉为爱党射线 壮烈牺牲 摩斯拉死后的能量正好依附到了哥斯拉身上 哥斯拉又加持了一道能量 开始进化成了红莲状态爆补 就在哥斯拉进化的时间里 艾玛和马克救下了女儿 艾玛为了赎罪 带着奥卡装置吸引基多拉朝自己的方向跑 艾玛为此也大概率领了便当了 红莲哥斯拉很快苏醒 仅仅释放第一招能量吐息 就烧毁了基多拉两颗头 接着就是玩虐基多拉的时候 该吃吃该烧烧 原子吐息直接让基多拉灰飞烟灭 大战结束后 众多泰坦巨兽重新跪倒在哥斯拉的石榴群尾下 拉盾也不例外 在最后的新闻报答中 帝王组织发现了摩斯拉的一枚卵 这也说明摩斯拉在大战前给自己留了个种 偏微彩蛋是基多拉当时的一颗被哥斯拉咬下的头 被乔纳发现并满下 接下来的时间线就来到了哥斯拉大战金刚 故事的时间发生在2024年左右 自从在1973年发现骷髅岛和金刚后 怎么可能就没了后续 于是人类就开始密切关注骷髅岛的情况 虽然这些都是脑补剧情 但影片开头我们也能看出 随着骷髅岛的环境的恶化 人类把金刚用巨大的罩子盖起来 一来是能让金刚生活更好 二来是主要人类要研究金刚 三来是金刚日渐壮大 避免被哥斯拉感应到引起正面冲突 金刚和人类沟通的桥梁 是一位伊维族的女孩叫吉亚 金刚和她通过手语互相交流 而与此同时 人类的APAS组织 为了不受更多不确定性情的太胆巨瘦的摆布 说白了就是不想让世界的控制权 交给一个非智慧的生命管控 人类通过基多拉的基因改造 正在秘密研制 能完全听命于人类的机械哥斯拉 创造机械哥斯拉的研究对象 就是此前基多拉的头 不过只要基多拉一被激活 就被哥斯拉远程感应到威胁 接着哥斯拉开始大肆袭击APAS的分公司 导致让人类错觉 哥斯拉暴走 视人类为敌人的错觉 也正因为如此 APAS认为更需要抓紧研制出成功的机械哥斯拉 而成功的关键在于 机械哥斯拉的能源驱动力 需要到地心世界去寻找 于是APAS系上心头 找到了曾经对抗哥斯拉中失去哥哥的内森 骗取他的信任 让内森去促成帝王组织这边 同意把金刚送进地心世界的计划 APAS这一切的秘密计划 被一位前APAS维修工和麦迪逊 搭档乔西组成的三人组层层探查揭穿 而金刚这边正好也要寻找一个新的家园 两边一排即合说走就走 在南极洲人类前哨战 就有一个通往地心世界的通道 人类把金刚带上货船并用一支舰队 避开哥斯拉游走的海域前往南极洲 但这怎么瞒得住哥总的敏锐的第六感呢 于是哥总和量仔在海上 把航母当作擂台来了第一回合的较量 在海上当然金刚战斗力更为逊色 尤其是被哥斯拉拖到海里 金刚无法呼吸也使不上全力 好在人类这时站在金刚这边 利用各种武器抑制了哥斯拉 但舰队损失惨重 最后只剩下货船 金刚为了保护吉亚选择装死 不跟哥斯拉计较 之后人类决定用直升机把金刚带到南极洲 金刚进入通道成功进入了地心世界 这是一个有着双重引力向上下都有地貌的世界 地心世界处于类似于地球刚开始的原始地貌 在那里生活着许多奇形怪状的泰坦巨兽 在那金刚一下子找到了亲切感 并跟随着种族的直觉 找到了一座非常远古的建筑 那里是金刚祖先搭建的宫殿 宫殿的大门有个红掌印 当时金刚把手放在红掌印上 我的妈呀我还真以为是指纹解锁 还好影片没玩这么鬼扯的设定 而是手动解锁 金刚推开了大门进入宫殿 宫殿内金刚拿到了祖先遗留下来的战斧 由于战斧斧头的材质原理 这是APEX的老大女儿知道真相后 立刻取得样本 并复刻在机械哥斯拉身上 与此同时 哥斯拉正好也抵达了APEX的香港分部 也就在这时 地心世界的金刚把战斧放到了地心地面充电 激活了哥斯拉的感应 于是哥斯拉对着地面口吐源自吐息 直接在香港喷出了一条通往地心世界的通道 金刚靠着这条通道直接抵达了香港 和哥斯拉进行了第二回合的较量 这一场较量一点也不含糊 虽然是在晚上 但亮澈天际的香港之夜 让哥斯拉和金刚每一次过招都看得清清楚楚 靠着香港建筑的参照 也更能体现两大巨兽的破坏性和压迫感 在对决的前半场 金刚有了战斧 并依靠陆地优势 金刚利用自己灵活的动作 手臂较长的优势 连环击溃了哥斯拉 但哥斯拉毕竟还是有AKA原子吐息 冷兵器对战远程射击还是稍嫌吃亏 经过好几番的较量 哥斯拉还是略胜一筹 把金刚打趴在地 而就在这时 机械哥斯拉由于获得了地心的能量 彻底脱离了人类的控制 被催眠的基多拉DNA觉醒 完全掌控了机械哥斯拉 从山体里爆出 把一脸懵内啥的哥总 好几次按在地上摩擦摩擦 另一边奄奄一些的金刚 通过地心飞体座心跳复苏醒了过来 并在吉亚的解释下 金刚放下了和哥斯拉的前嫌 两大巨兽一起合力 把机械哥斯拉按在地上摩擦摩擦 哥总和亮仔把机械哥斯拉肢解后 两巨兽也打出了感情 亮仔把战斧放下 哥总潇洒的扭头游回海里 时隔三年 哥斯拉大战金刚2马上上映了 作为目前只有五部电影的怪兽宇宙 虽然有着泰坦巨兽称场面 但在电影宇宙中 怪兽宇宙其实就是小弟弟 回到视频前面说到的 为何这次哥斯拉大战金刚2 会成为怪兽宇宙转折的十字路口关键呢 我们可以看到五部电影就有两部续作 分别是哥斯拉2和哥斯拉大战金刚2 这对于一个电影宇宙来说 其实并不太具备可持续发展未来潜力 哥总和亮仔 虽然是怪兽宇宙的门面和金字招牌 但如果接下来拍的依然还是他们的续集 三四五六七 不再制造新的泰坦巨兽主角 故事和视钉效果上 都会缺乏心意和新鲜感 另外其实在故事性上 也可以多打磨打磨 所以还是希望和期待怪兽宇宙 接下来能大胆孵化更多 在哥总和亮仔的光环下 也同样有亮点的泰坦怪兽角色 打造更多不一样的丰富故事 去让怪兽宇宙更澄清 也更具生命力 好 等看完哥斯拉大战金刚2 我将会做点评解析 不想错过 还请关注大聪看电影 如果觉得这期视频有用 还请点赞转发关注支持 那我是大聪 下期视频 我们不见不散